刺客的他浑身冰冷,仿佛有一双死身之手已经扼住了他的咽喉。 血液之中,是至极泯灭的气息,仿若蕴含着能将天地万物化为虚无,重归黑暗的力量。 不过这气息虽然强,但还不够,剑老知道他还有机会。 他身上气息滚动,大力震颤,那苍穹出现了乌云,血液竟然隐隐要消失,夜沉的境界还是太低了。 哪怕感悟了如此武技再加上炼神风的加持,感受着血液动摇,夜沉脸色苍白,还是不够吗? 就在这时,一变突起,夜沉背后竟然出现了一轮血液,不过这血液比夜沉汇聚的那一轮更加巨大。 顷刻间,剑老汇聚的乌云之意像是看见了什么恐怖之物彻底消散,而剑老更是受到了极强的反噬。 夜沉表情古怪,他现在根本不可能汇聚第二重血液。 还有,这轮血液不属于他,这更像是属于任前辈,下一刻夜沉眼眸睁大,任前辈就在这附近,他在帮自己。 夜沉不再多想,那血液自夜沉的指尖击射而出,那三角剑阵的剑光在触碰到血液的瞬间便泛起了一阵波澜,竟是丝毫无法阻挡血液,被其直接洞穿而过。 剑老狂吼着,竟是不顾武技反噬,强行散开了三角剑阵,身形一扭就要朝着一旁躲避而去。 这千军一发之际,另一轮血液之意从剑老的肩膀上擦过,此刻剑老的衣衫已经被冷汗打湿了。 他粗重地喘息着,嘴角移出大口的鲜血,但其面庞上却是劫后余生的喜色,若是刚才没有躲闪的话, 这血液恐怕已经洞穿了他的头颅了。 他看了看自己的肩膀,此刻开了一个血洞,但剑老却笑了,既然没有集中要害, 以他的生命力这点伤不算什么。 剑老转过头看向叶真道, 小子,这血液确实恐怖,你现在肯定很失望吧? 领悟了如此逆天的武技,却只对本尊造成了如此轻微的伤势。 本尊保证你已经没有机会,再击中本尊一下了。 叶尘缓缓地站起身,面色无比平静, 看着剑老,我没有打算再击中你。 剑老双眼一眯道, 怎么,现在想求饶了,迟了,叶尘,你非死不可。 叶尘却是淡默地道,因为你已经死了, 两重血月,你没有活的资格。 剑老闻言却是狂笑道,死? 小子,你被逼入绝境,就开始装疯卖傻了, 这点小伤岂能杀得死我。 可下一刻,剑老的笑容骤然凝固了,然后崩溃。 此时他在面上哪里还有丝毫的笑意和喜色, 只剩下了不解,浓浓的不解, 以及深入骨髓的恐惧。 不可能,怎么会这样? 此刻他竟是感觉浑身血液,经脉, 甚至湿海之中,都被毁灭神道所填满, 这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剑老嘶吼着疯狂着,而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其皮肤之上骤然浮现出了一种身紫颜色, 触目惊心。 突然之间,剑老的体表爆发出一层星红火焰。 那火焰之中,散发着浓郁至极的毁灭气息。 火焰中,剑老发出一声无比凄厉的惨叫, 下一秒,便化为了一缕飞灰,彻底消散。 整个过程,也就不到一个呼吸的时间罢了。 所有人都是忍不住吞了一口唾沫, 像是看怪物般的看着叶珍。 这是什么神通啊? 一击,仅仅是一击,还只是造成了轻伤而已, 便秒杀了一名至极强者。 更别说,掌握三绝剑阵的剑老, 即使是在星玄域,都属于强者了。 这也太恐怖,太逆天了吧。 众人大脑之中仿佛有十万吨核弹同时爆炸。 就在这时,一声哭喊传来, 那是来自一名女子的哭喊。 跟随在詹忧身边那美丽的詹家奴婢, 此刻却是梨花待雨,无比畏惧地高喊道。 公子,不要丢下我, 带我一起走吧,公子。 詹忧竟然是在夜晨灭杀了剑老的瞬间, 逃了,毫不犹豫地逃了。 此刻在虚空中飞顿的詹忧, 面色无比苍白,都快被夜晨吓傻了。 这小子简直比吃人的恶魔还诡异一千万倍。 詹忧已经彻底失去了面对夜晨的勇气。 而张巧玲等人则是彻底傻眼了, 逆转了,真的逆转了。 即便是他们都以为夜晨死定了, 可夜晨偏偏逆转。 亲书慧看着夜晨美眸之中已经满是泪光, 从地狱到天堂即使以他的心性都几乎要昏死过去了。 只有周子勋浑身颤抖着, 恐惧到几乎都要探倒在地, 口吐白沫了。 他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了, 以他的实力即便全力躲避都未必能躲过血月。 而剑老残子的模样已经深深鸣刻在了他的脑海之中, 让他连动都不敢动一下。 突然间, 周子勋双膝一软, 竟是直接跪在了夜晨面前。 这极重面子无比霸道的极剑宗妖孽, 在如此多兴玄欲裁剧面前直接跪了, 不仅是跪了, 还疯狂地磕着头, 把地面都磕碎了。 对着夜晨求饶道, 夜公子, 我又眼无珠, 为占有那无耻小人所迷惑, 对夜公子做出了无理之举, 请您饶我一命, 饶我一命啊! 众人面色微变, 这周子勋为了活命连瞻家都敢出卖了。 夜晨双眼一眯, 俯视着周子勋随手一点, 一道乌光便落入了周子勋的体内。 周子勋惨叫一声浑身卷曲了起来, 在地上不断地翻腾着, 口中发出无比痛苦的嘶吼。 片刻之后才平复下来, 可他的眼眸已经彻底黯淡了, 宛若死尸般地一动不动地躺在了地上。 夜晨虽然没有杀他, 但打入其体内的毁灭神道 已经将他的经脉、丹田完全破坏, 从此一代天才沦为废人, 甚至连舞者都做不了了。 不能修武, 在狱外绝对是一件 比死还痛苦无数倍的事情。 接下来, 等待周子勋的是无尽的报复, 来自于之前他欺辱过的人们的报复。 夜晨走到金书会的身前, 眼中带着一丝歉意, 微微一笑道, 抱歉, 我来迟了。 下一刻, 他随手一点, 一道毁灭神道进入金书会体内, 瞬间将那炼神风的玄女禁制 死成了粉碎。 毁灭神道本就是一切禁制的可行, 禁制解开的瞬间, 金书会便紧紧地抱住了夜晨, 泪水自美眸之中狂涌而出。 说实话, 他在被炼神风控制之时 首先想到的就是夜晨, 不过他也知道, 就算夜晨来到了狱外, 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他也是绝对不可能拥有 对抗炼神风 以及一众星旋与妖孽的实力的。 可是没想到夜晨做到了, 不仅做到了, 甚至连极剑宗的护道者都灭杀了, 将自己从绝望的深渊之中 生生地拉了回来。 被金书会这么一抱, 袖着他郊区之上散发出的忧香, 即便是夜晨也不禁心身一荡。 感受到夜晨的变化, 金书会先是不解, 随即翘脸一红, 立即松开了怀抱。 夜晨目光冰冷地 扫过在场的一众星旋与妖孽, 沉声道, 有谁还想参加这次招亲大会的, 可以站出来。 一众妖孽文言都是面色一变, 继续参加这招亲大会, 就连剑老都死在了他的手中, 谁还敢对金书会有想法。 天灵元气再好, 也没有命重要啊。 那些星旋妖孽们对视了一眼, 都是冲着夜晨拱手道。 夜公子, 我等对这次招亲大会没有任何想法, 若是公子允许的话, 在下就先行离开了。 夜公子, 请允许我离开。 夜公子, 这招亲大会对我而言就是个笑话, 炼神风太无耻, 现在希望能让我离开。 别说是继续参加招亲大会了, 他们巴不得立刻离开这炼神风, 离夜晨越远越好。 夜晨淡淡地一摆手, 那些星旋妖孽们便如蒙大赦一般, 急忙离开了这炼神巅峰。 很快, 炼神风上只剩下了张巧玲、 明仪等人, 以及金书会和炼神风那几名瑟瑟发抖的长老。 大长老满是惊恐地看着夜晨, 焦急开口道, 夜, 夜公子, 此事都是炼神风神主宋子晴一手策划的, 我等也劝阻过他, 可惜无用的, 夜公子,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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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书会点点头, 这几名长老一开始确实阻止过宋子晴, 不过在宋子晴的坚持下, 倒也没有人真的会为了金书会和神主对着干。 夜晨看向他们的眼神, 却依然冰冷地说道, 身为长老不维护门下弟子, 反而纵容炼神风神主做出这种无耻之事,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不关你们的事吗? 那几名长老文言面旁一阵苍白, 带着惭愧之色低下了头, 一个个捏如着说不出话来。 夜晨冷哼了一声, 挥了挥手道, 滚吧, 你们没有资格坐着炼神风的长老。 那几人文言却是松了口气, 夜晨不杀他们已经是人之意尽了。 几名长老被逐出炼神风后, 金书会对夜晨道。 夜晨, 我师父因为反对了宋子晴, 许办招亲大会, 还被关押在地牢之中呢, 我们这就去将师父他解救出来吧。 然而, 夜晨却是摇了摇头, 我先离开一会儿, 如果没有那位前辈出手, 或许我已经死了。 下一刻, 夜晨消失了, 他要去寻找关键时刻降临一轮血月的人前辈。 与此同时, 虚空直上, 一个瞳孔泛着血月的男人双手负在身后, 居高临下地看着炼神风。 还能在这双手负在身后, 帮助和护意片中的爬手负在身后,